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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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带来了有这样的一个小礼盒和一个代表着古代装饰器的一个小盒子 我这个是两块玉币 是怎么来的 这个是我朋友在古董店看上那个 古董店里买来的 对 花多少钱买的 没有买就是那个押金在那边先拿出来看一下 是真的我就买 是假的我就不要了 还有这样的事啊 都已经让你拿走了 好吧 既然如此的信心 但是专家会对你说实话 好的 好 来 我们让专家建立一下 你好 你这个朋友要卖给你这两块币 那多少钱 几万块钱吧 几万块钱 对 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东西吧 战汉时候的吧 战汉时候的 对 战汉时候的如果是一个真的话 它应该是多少钱 知道吧 知道吧 战汉时期这两个币的话 如果给你一百万 你都不能卖点 那我们岂不是要赚了 对 你这就大赚了 就趁着节目啊 没有播之前赶紧把它买下来 当然得是真的才能买了 假的我们买不是赔大法了 对 它这个痴啊 汉痴 是那种像哈巴狗样的耳朵 而且身子比较灵动 这个的的确确是汉草的风格 但是在汉壁当中 没有同时出现这个地面是骨纹 这种壁 这种壁呢 是现代防瓶 而且呢 这个上面的颜色是做上去 看起来好像这个玉壁 是有沧桑感了 但是这件事人工做庆 这块玉也是这样 上面的这个 看起来灰不溜秋的东西 是人工做上去 像这样的东西 它属于信息紊乱的东西 不能买 而且这两块玉呢 也不是正宗的新疆和田玉 所以呢 这件东西我劝你不要买 先掌握知识 然后再去购买 好不好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专家老师 谢谢你 想赚钱没那么容易 想掌握知识 也是要经过很多的 用心的学习 来 有请下一位吃饱人 大家好 大家好 各位大家好 谢谢师傅 你好 看着他充满阳光的走上舞台 而且带着一种充足的自信 自信从哪里来 我这个是好东西啊 我朋友回头我带来了一个 战国的青铜歌 还是目前有一种朋友现象 就不管谁来能站在这儿 第一句话就说 是我朋友的 但是呢 他们为了朋友不远千里 这朋友的力量真大 对 我朋友是湖南的 他来了以后有事走了 所以我替他过来了 好 那他是怎么得来的呢 这个东西出来厉害了 四个字 活口逃生 怎么讲呢 这个是我父亲的爷爷 但你们发现 有一个什么问题没有 他说这是我朋友 托我 来这里鉴定一下 然后他说这是我爷爷 我朋友的爷爷 我朋友的爷爷 老爷子是一个练钢工人 负责冶炼厂 负责冶炼工作 有一天推着一车 准备去冶炼 突然发现一个这东西 他看见好像是一个古代的事物 因此他就给拿出来了 当时车间主任不愿意说 你这不能拿走啊 这是国家财产 当时是国有财产嘛 老爷子很有主意 回家拿了以后铁锅 给他换下来了 上面有字 上面有字 上面卷刻了有19个字 两边都有字 居然还有名文呢 对 对 这会有名文 青龙哥如果有名文 那就厉害了 感受一下 行 行 在很多场合下 很多人认为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假东西 但是实际上确实不假 你说国家财产 他是经过火烧的 他之所以这种颜色 发灰清 就是由于火烧的一个结果 实际上原来是有绿绣了 现在含在这个灰里边了 所以表面上看不太好看 你刚才说了 它上面19个字 我告诉你 20个字 20个字 都是在这个内的上面 其中一面是16个字 这16个字前面是纪年 44年 是战国时期 秦国有个秦昭王 他的纪年 接着是上俊首 碗 造 这个上俊首呢 是当时啊 秦国一个俊的名字 碗呢 是他的俊首 秦统一中国之后 他是宰相 而且呢 是位居啊 第一把的王碗 这样的话呢 这一件格就不简单了 在历史文献中 比如史记当中 有明确记载的 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增加了他的史学研究价值 所以这件东西呢 完全有理由 放在第一个珍宝台上 谢谢大家 恭喜将产品放在一号珍宝台 你估一个下楼 十万块钱 十万 好 到底如何 吴老师 这个秦冬歌呢 价值高了呢 上代的 西州的价值比较高 春秋的价格要差一点 战国呢 像这样的 如果没有这个名文啊 像这样的歌 最多就一万多块钱 但是你这把歌 有20个名文 这个名文的数量啊 是非常多的 并且你这个名文呢 有非常有这个 意义研究的这种价值 我们给你的估价 要超过你的预期 十二万 谢谢大家 请问那是你的吗 我也想是我的 好 让我们共同点亮 第一盏珍宝灯 第一个珍宝台 是由河南藏友带来的 战国青红歌 市场价值高的宝贝 收藏故事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但无论如何 藏品自己会说话 藏品的真与假 经过专家的鉴定 结论是毋庸置疑了 有请下一位吃宝人 小朋友好 造型好奇特的一件藏品 你来描述一下 你手里这件不常见的宝贝 这就是一笔喜吧 笔喜 对 你认为它好在哪儿 就是请前进大家看看 到底是惯瑶还是民谣 接下来才会有一个结论 来 花了多少钱买的 花了五六万 后面的这个款 你知道是什么款吗 道光嘛 是几年前买下来的 应该有三年了吧 三年的话 像这样一个喜 如果道光惯瑶的话 五六万是买不下来的 但是这件东西是一件真的东西 而且也是本年本款 刀光的一个反红横材 锦栏洗 像个锦栏一样嘛 这个东西应该是走入晚清了 因为什么 你看这个材料显得薄了 化工也显得比较简单了 没有那种写实感 我们一直在这个直系的鉴定上 经常讲 越早越写实 越晚越草算 这就充分体现了 另外一个呢 我们这个外面的繁红 也是要非常注意的 道光的时候 这个繁红看上去比较舒服一点 就是什么 红中略微偏黄一点 颜色也比较鲜艳 然后时代越往后的话 这个颜色就越写得 一个是暗 另外一个是发灰 线条呢也比较粗糙 现在这一类东西啊 外面也有仿的 仿的东西是什么 后面这个松石绿 这个松石绿一看就知道 就是新的 为什么 它的颜色非发绿 不像那个松石绿 所以呢 你买了一件 民谣的系路品种 不是官业 哦 对吧 跟我们这个珍宝台啊 也就无缘了 谢谢 好 谢谢 大家好 观察同镜好 大家好 大了铜镜哦 我们大家见过这么大的铜镜没有啊 见得很少啊 来 您让一下 您应该这样 但是这么大的铜镜 是从哪里得来的呀 我表叔他有我亲戚生病啊 04年 嗯 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 那我一线 哦 等着用钱 他说你来看他家放个东西 你说中爱已经 买了图 急着要治病救人 对对对 然后你就过去看了 我看了看 我别看看 说像老东西 别人看觉得像老的 你自己没有一个鉴定的眼光 当时 我做不东西 我想说 放好几年了 就拿来专家看看 当时要多少钱呢 人家要用 他要要三碗的 就是 比如说的 是给他两碗六千块钱 解决了当时的燃眉之急 对对对 深呼吸一下 让专家鉴定鉴定啊 好 来 如果要是真的话 王老师这个东西价格可很高吧 国宝洁的 太大了吗 你别急啊 如果真的话 我坦率地讲 在你们河南省 也找不出第二面了 你觉得是不是真的 我做了下个那个 你是在哪买的 在村里边买的吗 对 我怀疑你啊 中了人家的套 很可能卖你那个 跟介绍你买那个 恐怕有一点小猫腻在里面 它夹在两个地方 第一 上面的图案啊 完全是逆造的 凭空想象的 你看那个正面 好像是一个佛爷 旁边还有个小孩 有点像那个 宋子观音的味道 宋子观音小孩啊 一般都在前妻那儿 第二个呢 你看看背后啊 这个红色 根本不是啊 绣从铜里面长出来 形成的那种红斑 那个呢 都是嘎嘎秀 这个就是什么呀 用那个化学原料 趴一平涂 然后又盖上一层啊 说绿不绿 说灰不灰的 这么一层东西 骗人的 谢谢你来参加节目 好 其实很多片子手法呢 是很拙劣的 十次打眼 九次摊 还有一次是自满 就是学术上太自信了 是吧 这位年轻人 我认为 你的心态是很好的 好不好 留系做个纪念品 摆在那儿也挺好看 好不好 好 我觉得也别倒个锅了 就摆着吧 好不好 有请下一位吃饱人 各位朋友们好 参加老师好 主持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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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了一幅书画 对 是那个大画家 钱寿铁的一幅 山水人物画 对钱寿铁 你有什么了解吗 钱寿铁吧 我就知道 他是一位著名的大画家 然后擅长画山水 然后书法也很擅长 江苏无锡人 他是著名的三帖之一 然后呢 吴昌硕被称之为什么呢 虎铁 王冠山 冰铁 钱 寿铁 那既然能够和吴昌硕 在这个上面去齐名呢 应该是很了不得的一位大家 但是真和假 你自己心里有定论吗 是让我爸爸看了看 然后我爸他十分确定 然后就是非要让我投资这个 现在做收藏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也不是为一件好事 但一定要是真品才好 来 专家指导一下啊 这副如果是假的怎么办 如果是假的 那又算我父亲买的了 莫小姐 那我真的买的 有四万块钱 那么要是真的呢 肯定是我的了 哎呀 我爸他肯定也不会反对的 是吗 哎呀那太疼你了 但是刚才你说的有风险 那要这样的话 你要投资 我告诉你更有风险 就是说嘛 所以拿过来让您再看看 给点金玉良言 您倒挺会说话的 知道金玉说的都是良言 那么这张画呢 上面提了一行字 写的是元祭四大家中 钱寿铁自己啊 最喜欢的是黄公望 还有吴振 那么画了画了呢 哎 又面似石头了 为什么他这么提这么写呢 因为他绘画就像石头 但是呢 他又不甘心于只学石头 所以元祭家的东西他也学 你看这幅画 到远山处和进中间的那个水处 那么画的都非常有意境 那么这种意境呢 把前面的众末和后面的众末 却被一江之隔给他隔开了 这幅画随小 意境却远 是一幅好画 谢谢你老师 那么祝贺你登上第二个珍宝台 恭喜将赏品放在二号珍宝台 刚才我还为你捏了一把汗啊 这第一次投资书画 你打眼的概率会很高 我也很怕 但是金老师这一番画现在怕了 你刚才说金老师看到书画的时候 就是金玉良言 实际上不是 他一定是看到真画才金玉良言 我看到假画他就义正词言 这个画家呢实际上很早就很有名了 民国时期 他的名声比较接近无参数 一般来说他的花鸟画每平方尺在一万五左右 那么山水画呢 像这样比较典型的画石涛笔法的作品 因为这是他的招牌货 一般每平方尺都能达到两万 甚至还要更高一点 像这样作品呢是本来是横的 但是他给他竖表的 那么这一件也是真金星的好作品 我给他估价是七万左右 让我们共同点亮第二盏珍宝灯 第二个珍宝牌是由何能藏有带来的 前兽铁收水画 市场估价七万人 场上点亮第二盏珍宝灯 那么现在呢希望能够从收藏当中 也获得经济来源的朋友也很多 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 千万注意收藏当中有陷阱 所以到这个领域当中 你一定要谨慎 一定要在有大量的知识的前提下 才有可以 有请下一位珍宝人 哎呀 陈克坤啊 我不应该站在这儿啊 你不应该站 那应该站哪儿啊 我应该坐在那地方去啊 你这是来挑战专家的哟 是啊 我这次来啊我跟你讲啊 嗯 第一个我带来了个神仙 干嘛来了 喝酒来了 好啊 神仙喝酒和专家有什么关系 第二个呢就是上华语之门的 来给专家PK来了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吧 在您的身边 您所有的兵友当中 他们怎么评价您 在古关城珍宝大世界 开了一个店 啊 说我是教授的教授 哦 教授啊 哎 我其实大家也称为 我也也教授 我比较瘦 是吗 对 那比我还瘦的人呢 就是教授的教授 那我可比你胖啊 啊 因为我的学生都是教授 真的呀 啊 还不止一个 哦 不是比教授吧 都不瘦 不瘦 好好好 但不管怎么样啊 我觉得不管抱着什么样的目的 来到华语之门 只要有宝贝 咱们大家都可以交流 可以碰到 对对对 如果您眼力真好 我们真的让您做专家洗呢 是吗 当然有可能 哎呀 那挺好 那咱们和专家交流交流 好嘞 好嘞 来 本来啊你是教授的教授啊 应该让你坐到这边来 说句实在话 不过呢慢一点 这个坐到这边来啊 也需要考试考完以后啊 才能坐过来的 好 你这个磁疹啊 是什么时候的 宋代的 宋代的 这应该是一个完整器吧 它应该是一个完整器 应该如果是完整器的话 上面的彩和胎 应该是一色的 对不对 可是你现在看这个整个右边 这个绿彩 跟左边这个绿彩啊 颜色是两个色差 它那个有点抱佑 最后是修过 抱佑是抱佑啊 对吧 修过了 那刚刚我所以问你 这个东西完整不完整 完整 完整是一个完整器 但是不完善 我们就说滑花 刻花在老的东西上面啊 力度是非常强的 可是这个力度啊 你看见这个图案上面没有 这个人啊什么啊 没有那种自着的感 没有那种古朴的感觉 那是你的看法吧 那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我看这个东西很好 不是 这件是您的嘛 我们就是要讨论这个 这件东西 是我学生的一个作业 学生的作业怎么讲 就是教授的作业 他把这个东西搞到手了 我拿来就是 考专家 考考专家 你来考专家的 可是你的学生 倒是说不定是考考你的呢 可以啊 所以现在我想问一下 它为什么这么软 它这里边是有梯克 有画 两种结合 我们这一幅绘画的图案 你知道是什么吗 李白喝酒邀明月 队影称三人 在三才当中啊 我们都说宋代的三才 比较艳丽的 对不对 可是这个彩啊 上面啊 没有艳丽的那种感觉 因为它一千多年了 已经失去了 它的昔日的光彩 但首先这件东西是真品 第二个呢 这个纹饰啊 是非常好的 它是一个人物故事 色彩虽然没有那么艳丽 但是呢 它这个绿彩跟红彩 还是有特点的 给人的感觉啊 比较柔和 对吧 胎质呢 也比较细腻 所以这件东西啊 是三才之争当中的 一件比较细路的品种 既然这样 我们第三个珍宝台啊 就非它目属了 恭喜你 恭喜将藏品 放在三号珍宝台 其实大家一看呢 就没有看得出来 我们这个教授啊 眼光还是非常好的 也有很强的实战经验 对不对 接下来要估它的价格 您认为价格如何 我这个学生们教授 嗯 当时买这个东西啊 是六万六 好 六万八以上 教授啊 跟对面的专家 匹克了一下 确实显出了水平 没把你点难倒 我们坐到这里呢 欢迎大家挑战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你那个年岁对我来说 你还是小老弟 我们希望后继有人 但是坐到这个位置上 还是得有两把刷子 还得过过招才行呢 现在是我那学生啊 啊 已经把老师拍在沙滩上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应该这样是对的 是不是 是啊 我们不能是武大郎开店 比我高的都进不来 那就不对了 这个枕头不错 一般来讲呢 斯文准和人物准 贵于一般的枕头 对 但是 右锅不算一流 有修 是这样吧 柯华的工艺上 应该说它不算最好的 我们现在给你估是六到八万 就是目前的市场价钱 其实对教授来讲 价格并不重要 对 等着李白来 天子忽而不上传 自称臣是九中仙 九中仙啊 什么钱啊 什么钱啊 与我何干 就是 就是来喝酒来了 有名的 有酒就行 而且呢 有酒杯 然后酒香就飘过来了 对 它用勺咬着喝的 红红点亮第三盏 珍宝灯 第三个正好台 是由河南藏友大人的 宋台三才人物辞证 市场价 六八万元 人们有句话说呢 高手在民间 其实在民间啊 鉴定高手呢 可以说是藏龙卧虎 其实华语之门呢 有一个最大的希望 就是我们民间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成为真正的鉴定专家 这样呢 让赝品无处可藏 人们再也不会吃亏上当 那么在这个时候 每个人都能够看到宝物 能够领略到宝物的其中的美好 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啊 好有请下一位时报人 大家好 老太太心一飘飘的 就已经飘到了我们的舞台中间 像一蝴蝶 非常美丽的蝴蝶 老哪 老哪没有 比您还是差得太远了 没有没有 您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 我是从新疆溃腾来的 哎呦 新疆啊 好远的地方 但是你好像这个方言 就说的是河南话哟 去的时间都二十岁了呀 再说来 回来我就说家乡话 哦 香槟未改 生在人就说我 是这样了嘛 老家的河南是什么地方的 洛河的 原来叫沿丁县的 哦 很美的地方 嗯 那我看啊 咱们这河南的老乡 尤其是和新疆一结合 大家都喜欢玉 你看河南有南洋玉 是吧 新疆有河田玉 那今天您拿来的又是什么玉 这个河田的抹玉 抹玉 这个是河田清皇 哦 我也不懂 当初十二年前吧 朋友借了我十二三万块钱 您怎么会舍得 借给人家那么多钱呀 哎呀 朋友嘛 现在想着人家用金用嘛 哦 但是朋友一直在身边 没有远离 一直到现在就没消息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我还当宝贝的 我就想过来 叫咱们专家看一看嘛 哎呦 我那个害怕呀 十几万呀 就剩下这两个镯子 咱们敢不敢鉴定啊 您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吗 老公一块来的 老公一块来的 呀 但是我们大家都不免担心哈 十几万对咱们平常老百姓来说 那得攒多少年 能够攒得了这么多钱 要万一这个镯子不行怎么办呢 嗯 有没有心理准备呀 要是不行怎么办 有 我早都有心理准备了 嗯 一个是 全是身外之物嘛 丢了就丢了嘛 丢了再整 就当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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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人平安无事 哎 再说老头他也不这样 我全住鬼啊 我住鬼啊 是不是 当然是你住鬼了嘛 当然了 是不是 哈哈哈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啊 来 这两件东西啊 如果是十二三万块钱 我简直不敢讲它的真和假了 我都害怕你心脏好不好 没事 没事是吧 哎 哎 我跟你说吧专家 就它是个家里我也活得了 起码见到美女成坤了 见到你们大家专家了 我拿三十万也 那么也不叫我上来 好好好 还有啥用呢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啊 这个好人必有好报 我们呢就希望这样的 这个节目在播放以后啊 你那个朋友能够看到这个节目 他会觉得哎呀 这个朋友真好 那么多年之前借给我的钱 我现在就消失了 我现在也发财了 我应该把这两件东西赎回来 但愿他也平安回来呀 对 所以呢 尽管是好心 但是我们必须要讲真话 这两个桌子啊 这个呢 是一个和天青花 这件玉呢 是一个地方玉 什么叫地方玉呢 就是不是产自新疆的玉 就是地方玉 这个地方玉呢 它这个矿物成分啊 和新疆玉的矿物成分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玉的 从它的矿物成分看 很像是玉髓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它的价值要低很多 这个真正的价格呢 我们想请对面的市场专家 再给你鼓一下 好吧 来 咱们听听吴老师这么想 其实老人家心态非常好 这价格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我们大概给你鼓一下 这两只桌子啊 大概价值一两万块钱 那一定不错了 谢谢 超多的想象了一定 你还生爱之物啊 对 只要自己心情愉快 我常见就是说 我的儿子 女儿 反正是挣钱多少 我都不在乎 只要全家平安 大的小娃娃都平安就是福了 平安和健康是第一类的 对 这是第一 全不重要 当然我们在这儿呢 也会把所有的祝福送给您二老 希望二老呢能够健康 恩爱到白头 好不好 好 谢谢咱俩 谢谢 很多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 身边的老人啊 他们经过了一生的沧桑 经历了很多事情 但是呢 善念始终在自己的心中 只要身边的人平安 自己心里就会觉得很安逸很开心 我们也希望真正的意义上 好人会有好报 有请下一位吃霸人 大家好 大家老师好 你好 你好 我建议你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伸手去无相握了 因为那这只大碗对于你来讲 确实是蛮大的 蛮大的 但我觉得它是一个粗瓷大碗 在我眼里一分钱都不错 不会吧 所以刚刚怎么那么不爱惜它的样子 好像随时要掉落的是 因为平时的时候 我和老公都喜欢在网上买东西 就是我平时买些饰品买些衣服 最多也就花几百块钱 然而老公就会说 哎呀你看你太浪费了 不懂得过日子 那怎么样才算懂得过日子 他觉得可能是把省下来的钱都买成古董吧 哦 那他也是在网上来买古董吗 嗯对 有些时候会是的 那么网上有真的有很多真的古董他可以买的到吗 我觉得古丸是一个水深浪高的地方 我觉得不可能会讨到好东西的 不可能倒也是绝对了一点 你看珍宝台上都是好的宝贝 但是呢你可能觉得自己老公万一打了眼 这个钱是很心疼 那么他自己买的这件东西花了多少钱 花了几万块钱吧 我觉得反正家里面抬头也是古董 低头也是古董 前脚一踢也是古董 后脚一腿也是古董 买家里买眼里全是古董 我实在受不了了 真的 如果再这样下去了 我觉得我们的感情也平临破产了 日子没法过了 真的 平临破产了 对对对 但是我跟你讲 如果说前面也是古董 后面也是古董 全是古董 那你幸福死了 那你就到了宝库了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全是赝品 这个就坏事了 对啊 所以说 嗯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尺度一点 但是你懂不懂他买的 这是什么十七的 什么什么碗 在我看的就是全是一个样 都是词的 没有别的区别 是 你到拍厂去看看 全是词的 价格几百万的 上亿的都是词的 对对对 但是今天到这儿呢 看看专家怎么讲啊 那么将来老公的这个收藏 要不要支持 我觉得第一 第一点如果全是真的古董 一定要支持 因为那你们家的价值怎么样了 在一个大宝库生活多幸福啊 关键是真和假 来 谢谢 你刚才说你们家到处都是古董 等于是 你是拿着你老公的古董来鉴定了 是不是 对 我帮他鉴定一下 五一的时候嘛 我买了一台洗衣机 是全自动的洗衣机 家里的洗衣机坏了嘛 然后老公就说 哎呀 你还不如手洗呢 手洗还可以锻炼身体 是不是啊 买个洗衣机多浪费啊 是不是啊 还是挺浪费水的 我的衣服全手洗 我觉得 是不是可以省时省力 干点其他的东西 干点其他的事情 对不对啊 然后这一个碗 今天买个盘子 明天买个碗 后天再买个罐子 有什么用啊 既不能盛菜 也不能盛饭 是不是啊 没用我觉得 我是说呀 你拿的这件东西 是随意选了一件 还是拿了一件最差的 让徐老师来看了 随意选了一件 随意选了一件 对 最差的 对 我觉得反正是不怎么好 不怎么好 嗯 那如果这是个好东西 你怎么办呀 六雷虫 纯属巧合 你看你怎么处理了 徐老师 我支持你 回去啊 砸了它 啊 别砸呀 给我多好啊 很烦呢 对不对 对 一点不懂得 疼爱自己的女人 那不是好男人 我回去我跟你讲啊 买菜 烧饭 这个陈红知道 我怎么知道 你们家的事 那我跟你讲过嘛 对吧 好 跟我讲过 不过这个回去砸之前啊 咱们先看看 这东西到底怎么样 别砸错了 对吧 假的当然砸了它 要让它掌场教训 假的给我 非常好 我这件东西啊 她倒是买的真的 回去砸不砸 那是你的事情啊 哦 真的呀 对 她的年代啊 非常老了 你知道搞到什么时候吗 不知道 康熙 康熙 新代的康熙 你看啊 为什么说她是康熙的呢 首先你看她的气型啊 当拿在你 拿在手里的时候 感觉她怎么样 很敦厚 很大气 第二个呢 你看她的竹墙啊很高 这也是那个康熙的特点 第三个啊 它下面有一个双圈 写了六个字 叫圣德唐伯古字 字体啊 顶天雷地 康熙画的东西啊 画的人物啊 也顶天雷地 她这个唐明款 在康熙早期的时候呢 也写的顶天雷地 这就是她的特点 另外一个啊 她这个文式绘画 什么龙的身体 后面呢 都是尾巴 我们叫她香草龙 花尾巴 再加上 你看这个画的 密密茫茫的 这也是康熙的一个特点 康熙呢 有一部分 是画得很舒朗 就是说文式啊 留的白比较多 那个叫什么 书可以跑马 蜜 这种就是 不容真差 就是真度好像插不进去一样 第三个呢 它这个绘画的东西啊 有明代的遗风 这些啊 都是康熙早期啊 时代特点 所以 鉴定下来 这件东西呢 是一件康熙的民谣争品 现在你还觉得 要回去把这件砸了吗 砸了吧 看表现吧 那她 那她这个东西 买了到底多少钱 两三万吧 估计是 她也没说 她不会跟我说实话 人家你不管这样啊 她买东西基本上 买个十万吧 就说两万这样 买个两万吧 就说几千块钱 虽然这件东西啊 是一件康熙的真品 但是呢 第一个它是民谣 第二个呢 这种东西啊 在康熙早期啊 是量比较大的 就是属于一个普通的 不是官谣期 第三个呢 你看这个口言啊 也有点毛 下面底竹呢 也有略微有点缠 所以呢 这件东西呢 是不能登上 我们珍宝台的 但即使是这样 它还是一件 非常好的收藏品 而且到现在 它的价格啊 还是应该 是由它 确切的定位的 杨老师呢 会对你讲这些 但是你要两万块钱 不一定是真的 因为先生会瞒报 是瞒报财物 财物做假账 对 做假账 对对 你买个洗衣机 他都不高兴是不是 对 那洗衣机多少钱呢 最好的洗衣机 就是几千块吧 是吧 两千块钱吧 两千块钱 挺便宜的 他买好几万 他都不说自己 是不是啊 对 我告诉你 跟他找来 我批评他 好不好 但是呢 姑娘我跟你说 你眼浅了 我告诉你 你没看到 收鼓丸男人的 真正优点在哪里 又来了 我告诉你 我们怀疑们 已经进行了三条总结 第一个 他爱鼓丸 注意力全在鼓丸上 不会在外沾花椰 知道吧 第二个 我告诉你 随着你年龄增大 他都把你变成鼓丸了 你越老他越爱 家庭稳定 好不好 好像爱鼓丸 那是这个新老通修啊 那是别人 那是别人 第三个 他有前景 他叫曲线救国 给你升职 给你买一百台洗衣机 知道吧 这可以服了吧 是好丈夫吧 你还好琢磨琢磨讲的道理啊 那么这个碗呢 不错的 是一个值得收藏的好的收藏品 我们给他估价呢 是五万块 行吧 鼓丸 谢谢杨老师 好 谢谢 我以为还不如我的洗衣机吃钱啊 但我觉得是这样啊 杨老师没说第四条 爱鼓丸的男人 钱从来不够花 对 有一句话叫 好鼓不穷 残鼓不富 那给老婆买一件衣服 花几百块钱 买一个洗衣机 花两斤块钱都不乐意 这种先生怎么行呢 以后但愿他会给吧 但愿他会给 你回去要批评他 就说我说了 行了 好了 现在两位观众可以坐降了 对不对 好 恭喜你啊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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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毅老师好 我觉得您穿着 非常地有行为啊 这帽子 我是从成都来的 四川成都 四川成都 老家又是河北唐山专区的 当兵转业到那地方去的 我喜欢收藏 家里边一屋子都是 但是老婆婆就反对我 也反对 华也反对我 所以你收藏那么多 家人死了都给你摔了 不怕我说 我说耍了你也不要耍 以后大家就 我也就磕会一点 不要再继续收藏了 那不继续收藏呢 心里面怎么多难受啊 我现在 现在家里还多 康熙的什么花瓶啊 什么雍整的啊 还有乾隆的 简直一个屋子堆满了 结果我也忍不到 你如果是家的什么 如果是艳瓶就白花钱了 哦 你自己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本身忍不到 你像这颗鱼 我买回来 这个这个可能是真正是飞翠鱼 啊 这个是个真正飞翠鱼 可能您刚才还用回去可能 这个是我一个朋友 嗯 他在云南 因为四川和云南是那一道 哎 他在那可以堵石头 哦 那人是用堵石这块石头 这是个五斤柱的时候 雕完了还有三斤 那堵石风险很大 他堵石那风险大 他就用了三十万就买下来 买下来结果一雕嘛 他不喜欢 这是他买过来之后 然后把它开了去雕的 啊 就是这样的 他雕的 他雕的 他雕就花了几钱 就是他不喜欢 他说也不像是飞翠 他五块钱就买过来 五十万 五十万就买过来 哎 五万块钱买过来 哎 五万块钱 五万块钱 五十万 不是不是 五万块钱 五万啊 我这一身汗您看看啊 哎 您看啊 这老先生说话呢 您看一点壳都不打 而且精神那么好 戴着一个这么绅士的帽子 我已经是在哥一岁的话就八零好了 就八十了 哦 现在七十九 啊 七十九 您和我们杨老师有两点很像 啊 一个年龄很相像 再一个就精神头很好 好 我再加额外一点都爱收藏 但是您又有一点不像 您比他身材好 他已经很好了 但是您 您更教授 哈哈哈 来 咱们让专家看看啊 如果专家说这个不止五万块钱 咱们能接受不能 没关系 没关系啊 我扶着吧 哈哈哈 紧张了 老先生 嗯 刚才听你的讲话 嗯 我觉得这个收藏家 都挺委屈的 嗯 老师家里被打压 他们都不理解我 对啊 那么大年纪了还被打压 我对你深表同情 但是这件东西呢 应该说 是一个工艺级的翡翠 嗯 上面的几个牡丹花 叼得也挺不错 上面这个牡丹花 带一些微微的紫罗兰 而且呢 这个几个比较绿的地方呢 利用的也比较好 应该说 这还是一个不错的工艺品 但是呢 它有它的缺点 为什么呢 因为是工艺级的 所以它这个透明度差了一些 当然一旦透明度好 那就这个价格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件东西啊 我觉得你自己喜欢 这就又帮了朋友的忙 朋友30万买的 然后雕完了以后 它损失了25万 这个至于你的5万值不值呢 我们请对面的吴老师 给你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 所以这件东西呢 我们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呢 大概呢 三到五万 因为这个雕工啊 它做的也不错 这个雕工至少得2万块钱 5万块钱不算贵 所以还是不错的 告诉老太太这个值了 要支持别砸了啊 好 有请下一位翅膀人 各位大家好 美女主持人好 你好 我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 但凡有人捧着小盒子上来 我就特别想有一个透视眼 看看里面是什么 你先别看了 为什么 来之前我想说句话 这个前两年朋友知道我要来 非常仰慕你 有个愿望 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他实现一下 他是不是又给我带了一块玉眼 我不收到 没有 好 那你说吧 他想让我替他拥抱一下你 好 其实我也可以找个代表 徐老师可以替我拥抱一下你 感觉怎么样 我替我朋友感觉了 可以了 那行不行 祝愿他这个愿望实现的过程 能够感到快乐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说说盒子里是什么 前两年捡一个大漏 哦 捡漏啊 非常非常棒的东西 怎么回事呢 有一年去河北邯郸出差了 然后听说当地词 词周嘛 词票挺好 我就去一个市场去看了看 但是我没有抱着可能会买到真的一个概念去 就买一些词票去 一堆东西 大概要三千块 我说两千八百块 很多 有 有 有了十几片二十片了 挺好 然后最后说就两千八 很晚了嘛 老板说你三千块吧 我再搭你一个东西 搭一个什么呢 就就就进来这个东西啊 拿出来吧 唐青花 唐青花啊 很惊讶 传说中 有一个唐青花的名词 那为什么我们把它叫名词 因为咱们都知道 现在最值钱的青花是什么时候 原青花归姑子下山 对不对 但是呢 原青花大家都知道 那那个时候开始有青花 而且价值很高 很稀少 但是居然有人说 诶 有唐青花 但是就会产生了一个问题 第一 如果有唐青花 唐青花它了不得的 对不对 原青花一拍卖 据说上亿啊 那当然上亿了 你要有唐青花呢 对对 很多碎片可能一块 就要好几万 但是问题在于 既然唐代有 那宋代应该也会有 那为什么从来没见过 宋代有青花呢 没找到 就一定有 一定会有 所以到现在是一个 悬而未解的谜 在你手里有唐青花的片 拿出来我们看一下 不是片 是非常完整的一个 是完整的吗 对对对 原来你买瓷变 还搭给你一个 唐青花的完整器 不是这个 这个是我后配的 那也岂是赚到了呀 不计 那个老板要看到 可能会后悔 但他说捡到这个有可能了 而且说不定今天就解了这个 迷了 来 解迷的瞬间 给他配的这样的一个完整器 对对对 他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胭脂盒吗 胭脂盒 对对对 如果有唐青花 底下又有圆青花 那必然得有宋青花 而这个宋青花不见 说唐青花 是不是有点唐突 要不就让专家帮我解释 解开这个胭脂的东西 解释 青花这两个字啊 必须具备三点 第一点 在磁胎上用孤蓝绘画 第二点 撕透明硫 第三点是最重要的 要用1300度左右的高温 一次烧成 你这个东西刚刚看了 咱们把这个蓝点先去掉 看这个粉盒 东西呢 的确是对的 它 是一个白磁的一个粉盒 而且呢 是唐代的 我也用这个放大镜 仔仔细细看了你这个蓝斑 的确也是在右下 而且刚刚呢 把这个磁胎啊 也看了看 非常磁石 应该这个烧结的温度啊 也有 国外呢 也常有 有的是飙着 右下古蓝产 有的是飙着 唐代青花 可是呢 也有一个问题就出来了 一般我们现在 机构 包括博物馆所藏的 除了 香港冯平山博物馆 那个山竹府 是经过 严格科学鉴定的 认为它是 右下高温孤蓝 其他的 有低温的 也有高温的 但是呢 没有经过科学鉴定 只不过是根据 学者的认输 来断定它 哦 这是一个唐代的青花 民间 也好 包括有些学者也好 提出这个唐青花 这个论点啊 我觉得呢 可以说是一个 大胆的一个假设 可是 必须有 我们 严格 认真 负责的 一种科学 来认证它 才能把这个命名啊 定为一个 正确的定论 说啊 它是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一点我想 在我们这个 鉴定过程当中 必须要有 认真负责的态度 对 确实如此 包括你这件材料 从形式看 确实是具有原始性的 应该珍藏好 我觉得啊 我们把它说为 右下 孤蓝点彩 更为合适一点 从 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这种东西啊 一个是数量少 就相对啊 显得很珍稀 很珍贵 所以这件东西啊 第四个珍宝台 是完全可以登上去的 恭喜你 恭喜江桑比登上 四号珍宝台 看到她呢 也出了一声的汗哈 今天经过专家的 这一番鉴定 显然是心情更加的激动 不知道你激动你激动 我当然确实也会激动 遗憾 很明显的 那个唐代的特征 那如果真的是唐青花 对不对 那不光是我激动 可能业界有很多的朋友 都会激动 对不对 但接下来我们要先听一听 杨老师怎么讲 小池片玩出了大学问 我有一句话 叫做破碎的记忆 还原全部的历史 那么我是市场的估价专家 今天我不能给你估价 我认为可以这样给你估 我们叫你登珍宝台 是给你一个什么呢 学术的探索 继续探索奖 因为这个词器 符合了学术界 所认可的青花词的那个标准 一个是 右下材 骨料勺舍 高温勺承 符合这一点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水有源 木有根 不会是突然蹦出来的 可能它是一个 青花的一个祖先 它的传承下来的 但是这一点 需要学术界的共同探讨 才能做出来了 是不是啊 但是在学术上 我觉得我们要豁达一些 应该支持这些新的利益 也可以同意那些 不反对那些 提出疑问的人 只有这样百家争鸣 才能使我们学术呢 更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我肯定这两点 好不好 你的精神我非常佩服啊 暂时不能估价 那时间为他估价 说得对 其实你也能够明白 专家今天的不估价 是对他一个严谨的负责任的态度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看到 这样的一个材料 也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问题 让大家共同去研究和判断 感谢你那么有心 好 让我们共同点亮 第四盏珍宝灯 第四个珍宝牌 是由河南藏友带来的 藏带右下孤蓝粉和盖 市场不算不价 人们总说谈谷论经 那在谈谷论经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这样的珍宝 这样的物价 能够让我们去更多的探索 去研究更多的史料 那将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情 和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针对唐青花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在网上展开讨论 您可以登陆 陈坤和怀疑之门的新浪微博 以及腾讯微博来交流 有请下一位吃包人 大家好 凡水姑娘捧着书画上场 我都认为她是从画中走下的人物 那么你捧的画 是不是人物画 是什么人的画 是山水画 是吴胡帆的一个山水画 吴胡帆应该说 她是20世纪中国画坛的一位大家 而且对于当时在绘画界来讲 她的意义已经远远的大于一个山水画家的意义了 所以今天你的这个山水 让我们给专家来看一看 到底怎么样 好 来 邀请 最基础的我问你两个问题 好 国画在画的时候讲究这么几个字 叫沟 村 擦 染 点 那你说这中间有一个染字 染色呢 还是染墨呢 染墨 染色的话是一般在最后 在最后 最后才上色的 上色 着色 对 那么你看 从最深的墨 最深的最后一层的行笔 和最浅的那个沟笔 村笔 和渲染的那么一点点凹处 都画得非常的滋润 让你感觉到一种秀丽 这种秀丽 又存在着很深的一种底蕴 这种底蕴 就是画面本身的那种优雅的气蕴 这幅画呢 稍早一些 稍早一些是他画的时间 对他的年岁来说 稍早一些完成的 但是也是一幅又干净 又漂亮又有很好的题字 是一张很优 很雅 很值得我们收藏的绘画 好 现在我恭喜你登上第五个珍宝台 恭喜将产品放在五号珍宝台 你看我们现在艺术品市场上 起工的字 卸字柳的字跟画 价格炒得老高老高 知道为什么吗 建厂家 对 因为建厂家 在艺术品市场上 是一种盈利潮流的代表者 所以他们的字 他们的画价格会特别高 那么吴倩 吴福帆就是这样 刚才金老师就说了 他画的代表性的计法是青绿山水 如果是他的青绿山水的话 现在目前的市价是 每平方尺50万以上 很高 如果是一般性的作品 不是青绿的 那也应该是30万左右 一平方尺 那么这件作品 是他早期学画期间的作品 那么我们给他的估价呢 相对低一点 就是每平方尺 8到10万这个参考价 所以我给这件作品的估价 是40万左右 我们共同点亮 第五奖珍宝灯 第五个珍宝台 是由河南藏友带来的 独狐般山水画 市场价40万元 大家好 曾经买了宝贝 大华语剧门来鉴定 专家说不对 对 就是上一次过来的时候 也是十四五万吧 差不多买了一堆货 来到这之后 专家说是那个假货嘛 然后这是用一堆假货 换来的是个新玩友 这一次 你怎么知道就是真的 你回去找人家了 然后人家给你退钱吗 他不退啊 他说如果退钱的话 还要我付那个八万块钱 那你当时是花了有十几万 十四五万 然后八万块等于去百分之五十 他就说那 如果你不想掏这个钱的话 你可以换 换货 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还 如果能换到真玩意儿的话 还比较不错 那你又是从他店里面换来的 是 就在他店里面绕了一圈之后 就看见那个角落里边 有一个那个保险柜 然后我就说 哥们你把这个保险柜打开 然后就在里边挑了一件 这一个青铜器 这一次如果再不对 我就问问你 他还给你换吗 要是再不对的话 这次真的没办法 和佳琳哥交代了 这个你又给他加钱了吗 这个没有加钱 这个就直接换了 还是以那样的价位 是 是 好 今天的鉴定很重要 祝你成功 好 谢谢 你看这个东西 哪个地方像真货 我觉得它很 有一种古朴的美 有一种古朴的美 对 你这个眼光也太有点不太准了 是 因为什么呀 首先是这个造型 咱不讲别的 就上头这个弧盖 上边啊 刻着这个文字 又刻着一个圈 坦率地说 这里头像是个 这个漩涡纹又有点儿像是一个 一个莫名其妙的转法 这个呢 都带有啊 非常明显的逆造 再看这整个造型 这个皮色黑乎乎的 我坦率地讲 伪造 童气里边最低劣的方法 所以这件东西呢 它是一个大假活 而且是一个很差的低法 所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第一次你是上当 第二次你是被它耍了 这样的话呢 你就应该心里头啊 对这个东西啊 应该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因为十四五万 对于你这样一个小伙子来说呀 不是个小说 对 你拿着这个钱 实际上完全啊 可以创一份业 所以这个教训你要接受 你记住 这个卖假货的地方 这个门啊 是不能进的 进了门之后 它那个保险柜里的东西 可能更佳 我觉得你不能这样了 接下来不管想什么办法 还得回去找他 是 好 拿好你的产品 好 是不是这样当打眼 在收藏节当中 每天都会发声 我们尽管一再地告诫朋友们 小心 小心 再小心 但是呢 我告诉大家 行家也都会有打眼的经历 所以呢 千万要留一百个心 有请下一位翅膀人 大家好 因为这么伟严的男士 拿着这么一个柔美的镜子来 让人觉得 我这是一个清代的 这个玉树妆镜 这是我儿子买的 你儿子买的 我儿子呢 他在英国留学 我过去呢 也收藏过一些东西 他不认可 他说老爸我给你买 让你看一看 这样呢 他就在2009年年底 他给我买了一件 就这个玉镜 这个镜呢 虽然我是男士 他妈妈呢 在使用 他有的时候臭眉嘛 有的时候还照一照用一用 就这个情况 有时候还跟人家炫耀炫耀 这是我儿子买的 对 对 对 但是这样子人家 你岂不是觉得 儿子比老爸厉害 我就想呢 我现在也不认可 他肯定就比我厉害 但是呢 我就想请教专家 专家说他厉害 那他就厉害 那您怎么不把自己的 一件藏品拿来对比一下 我的呢 已经被证实了 我的东西呢 大部分呢都是厌全 全群覆没 全群覆没 但是你说这个将来怎么办 如果儿子的眼光好 以后就儿子买了 就让他买 您就及时收手了 对对对 儿子开卖花了多少钱 这个是花6万块钱 6万什么 人民币 人民币 成交价 成交价 就是说加上佣金 加上佣金 加上手续费 什么都算上6万出点头 好 儿子的成功也是父亲的骄傲 看看这儿子 能不能给父亲带来骄傲 唐将后浪配前浪 前浪拍在沙滩上 是是是是 对 所以你这个儿子啊 看来是比你有眼光 嗯 这件东西呢 对的 这就是一个代沟 这个是如意吉子 像这个代沟啊 最早的时候 在新时期时期就用了 哦 勾衣服的 后来到了清代的时候 因为这个服饰啊 有变化了 有流口了 所以这样的东西就变成了一个百饰 百饰 百饰 就像你一样的 这个大的是你 这小的是你儿子 这望子成龙 谢谢专家 所以玉器啊 是我们中国最喜欢的一个东西 但是在在国力衰退的时候 它也就开始贱卖给外国人了 对 那么今天你儿子又把它买回来 就证明我们国家现在强盛了 是 因为玉文化是我们中国人喜欢的 是 所以现在在外国人手里呢 它就是个镜子 对 有点明珠头暗 对对 像这样的这块和田玉啊 在国里也不大容易找了 哦 而且这个如意吉子实际上 玉差一点 但是也还是个不错的东西 谢谢专家 所以 你这个尽管是被派在沙滩上的前浪 但是你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是 所以这件东西 请你放上最后一个珍宝台 谢谢专家 恭喜将藏品放在六号珍宝台 谢谢 您结婚要茂密的这一句 这个 这个跟您心里讲的 怎么会有关系呢 假如说您要没结婚的话 嗯 愿意当我的儿媳妇的话 我把这个影片送给你 哎呀 谢谢 哎呀 其实我觉得天下的所有的长辈 都可以把我当儿媳妇 当上女儿也可以 哈哈 那我有多少亲戚啊 是吧 吴老师 嗯 那我想问一下 你是让陈坤去呢 还是让他回来 如果为了陈坤的事业 可以让他回来 哈哈哈哈 很好 这个镜子啊就是玉代沟部分 和这个如意这个瓦子这个部分呢 不管是玉料还是这个工艺 都属于是中上层的 哦 并且呢这个镜子的这个制作工艺啊 是非常好的 哦 所以呢 你买的时候才花了六万 六万 现在呢我们给你的估价 得翻一倍 十二万 谢谢 谢谢 谢谢专家 相信这下呢 父亲和母亲变成了儿子的强大的后盾和支持者 坚决的事实 下次买好东西还到花育之门 让专家鉴定 对 这样就对了啊 每次买来都鉴定鉴定 对 但是也要不断的提醒和督促 让他时刻保持冷静 是 让我们共同点亮第六盏珍宝灯 第六个珍宝台是由辽宁大连朋友带来的 青菜相遇手镜 市场下十二万元 今天点亮了六盏珍宝灯 再次打开大门 有请六个珍宝台的主人上场 朋友们珍宝台的主人都能够得到华语之门珍宝奖证书了 上面会有专家的亲笔签名 本期最具市场升值前例藏品奖 将会属于六个珍宝台当中的哪一件呢 同时大奖还将会获得今天我们一件独特的艺术品 今天获得大奖的还将会获得 由中国民协陶瓷艺术专业委员会主任 颜夫利教授发明的郑商词 作为中国陶瓷类的唯一代表 郑商词成为了2012年韩国丽水世博会中国馆的 全球合作伙伴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好的朋友们 让我们共同期待大奖的产生 五号五股帆山水画 恭喜了 桌帮给我们的这位五号 奖杯了你送上 当然你还要腾出手来 腾上这件精美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